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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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 十九章第十五节看起 我们继续要讲 一个贵宙一个王子 他离开 然后他离开之前 给他十个仆人 每个人一定银子 要他们做生意 我们说过 这就是在讲到 我们每个人在等候主耶稣来的 要有的两个态度 一个就是我们盼望 他快快回来做王 我们相信他是王 我们现在就以他为王 他不在 我们盼望他来 另外一个 他不在 我们盼望他来 但是我们的力量就来自 我们把他当作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没有因为他不在就懒惰 我们没有因为他不在就没有希望 我们没有因为他不在 就好像老婆不在 我们就做对不起老婆的事 或老婆不在 我们就放肆 那就不是真的爱老婆 如果真的爱老婆 他不在 你想他 他在 你会积极做他喜悦的事 这是我们基督徒 对上帝的态度 我们的生活 就是他不在 好像他在一样 为的是让他回来的时候 我们的表现 能够讨大的喜欢 好了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如果照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贵胄 这个王子 离开我们两千年了 终于回来了 他回来了 就吩咐那领林子的仆人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多少钱 你看 圣经也有很庸俗的 要知道你赚多少钱 当然不是庸俗 但是也是很平凡的 就是你这一生 神给你的钱 神给你的时间 神给你的力气 神给你的一切 你是怎么运用的 各位我们如果做生意的 我们如果办事情的 我们有老板 我们都知道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在家里做看护的 你今天有给他按摩过吗 你今天有陪他散步过吗 你今天走了多久 如果你是大老板 你今年赚了多少钱呢 本季赚了多少钱 甚至今天赚了多少钱呢 我们的上帝充满了慈悲怜悯 在神的国路里充满了 虾子 瘸腿 妓女 被主医治 是的 我们强调这些恩典 但是恩典不可以屠寿 任何人 不管是瞎眼 瘸腿 残疾 或者精神 或者任何一个教会 我们得了任何的恩典 都不可以屠寿 一毛钱都不可以屠寿 神给你的恩典 他都要算账的 好了 头一个就说 主啊 他这里有 耶稣讲得也很生动 就上来说 走过来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 已经赚了十定 什么叫一定赚了十定 就是赚了很多 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赚钱 神也不会说 我这一辈子总共给了你一千万 你怎么赚到一亿 不是 而是我给你的时间 你活了七十岁 你怎么用的 当然神早都知道 这里说审判 这里说问 只是要把它做一个总结 神天天都知道 当然我们也每天都蹉跎了很多岁月 我现在越想越 常常觉得后悔 年轻的时候 那么健康 那么身体好的时候 没有好好把时间 利器用在正式上 常常都浪费 都浪费掉了 得罪主 真是不应该 不过也感谢主 当在我们越来越接近坟墓 越来越接近要算葬的日子 我们能够越来越警醒 也是好的 神的救恩是涂抹过去的过犯 但涂抹过去的过犯 不是要我们就继续多多犯罪 他仍然会赦免涂抹 但是他要我们每倍涂抹 每倍更新之后 我们就更加的愿意积极美好的来生活了 你赚了多少 投一个上来说 主啊赚了十定 这是一生的 就是你的生命 神给你一切恩典 是有个美好的结果 我们只能这样说 不能够说 你领了十个人归主 就算对的 耶稣讲过 有人领人归主 有人一病赶鬼主 说我不认识他 就是他心中对主的爱 对主的信 对主的敬畏 是非常缺乏的 我们外面做了多少事不重要 心中有主 心中有主 必定会反映在我们所做的事上 但是不一定是多少 每个人不是一样的 好 主人一听 好 良善的仆人 你真是好 我给你的救恩 我给你的恩典 你都把它妥善运用 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柄 管实做成 最小的事 也就是你这一生 你以为这是最大的事 人死如灯灭 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了 我们基督徒不是说 人死如灯灭 你这一生 七十年 八十年 或者十七年 十八年 甚至我们要说 十七分钟 十八分钟 是的 即使生下来 马上就死得阴癌 主也一定有恩典 也一定有要求 怎么恩典 怎么要求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说 万物都是他的仆役 不管是朝生暮死的 或者是很长的时间的 主都会给恩典 也就都有审判 那在这一生里 你觉得重要 死了就没有了吗 哦 这一生里面的一切 是为将来永恒里做预备的 你这一生把上帝给你的恩典 好好的做了 哎呀 那你将来在永恒里面 有无限的享受快乐 以及新的工作 各位在新天新地里 在主耶稣再来的世界里面 我们并不是一天到晚 吃喝玩乐 没事干 好像在爱之船上面一样 我们是继续积极 有力的 也喜悦的在工作 继续的在做管理的工作 管理整治 宇宙万有的工作 这宇宙是这么浩大 这么丰富 圣经并没有跟我们讲 我们要怎么样管理 或者是怎么样管理 但是我们现在 在家庭教会的生活 就是预备我们将来来做的 现在的是训练阶段 现在是实习阶段 现在是短暂的 这个训练 这个实习 这个受训的阶段 是为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 有一个完全的美好 活出来 所以将来在天堂怎么样 就跟你现在差不多 从一个角度来讲 你说那这么苦 不 不应该苦 如果你现在生活 是靠着主能够积极的 将来没有任何罪恶 也没有任何失败 但是仍然是这一份 从主而来的积极和恩赐 和一定影子 拖着你将来能够做得更美好 所以将来你可能要管十座城 十个星球 十个台北市 我不知道 总之我们不是懒惰的 我们是继续在工作的 我们继续有权柄 有能力 就像亚当夏娃没有堕落 受造的时候 也管理这个宇宙 要让这个宇宙丰盛 身扬众多 第二个来说 主啊 你的一定影子 已经赚了五定 主人说 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又有一个来说 主啊 看了你的一定影子 在这里 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 我原怕你 因为你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好 我们不是说 这个世界上的人 有三分之二是得救的 有三分之一不得救 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他可以管十座城 有三分之一的可以管五座城 另外三分之一没赚的 就不得救 不是死板的这样讲 就是用三个例子来说明 你赚得多赚得少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你尽力了就好 你赚得多赚得少 根本神不再放在心上 你把它的恩典 做了忠心良善的运用 那就好了 不是说你一定要领多少人归族 不是说你这一辈子要写多少书 唱多少词 敬拜赞美 在教会里当过几年的执事长老 或者要活多少年 或者孝顺父母怎么样 这些都不够完全 这些也一定会呈现出 我们的忠心良善 但是我们忠心良善 是因为对主的信心 是因为主先把白白的恩典 一定的银子给我们 我们才能做的 所以不必太讲究 你做了什么事 当然你要讲究也可以 只是是凭着信心 来做这些事情 好了 这两个人都做了 也都得到赏赐 赏赐的也不一样 做的也不一样 但是都是美好的 第三个就叫我们很遗憾了 这个人把那一定银子 还很仔细地包在手经里 还包 怕他褪色了吗 然后对主人也很大的惧怕 他没有不信 他有很大的怕 他甚至也不是像本国的人一样 不愿意这个人做王 但是不管是你不愿意耶稣做王 或者是没有把耶稣给你的恩赐 做妥障的发挥 你统统都是灭亡的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我怕你 你好严厉 是不是有很多基督也觉得 上帝很严厉呢 上帝是严厉 但是他有慈爱 如果你知道他严厉 你就更应该靠着他的慈爱 把上帝给你的恩典 好好的活出来 你很严厉 没有放下的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要去收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要爱人七十个七次 比如说我们要付出 我们要忍耐 这些都不是我们人力可及的 神对我们的要求 每一点从我们人性来看 都是太严厉了 也因为这样 我们就一定需要因信成义 让耶稣来替我们成就一切 但是如果耶稣替我们成就一切的信心 真的被我们领受了 我们就一定也会有 反映出这些信心的行为来 你好严厉 所以我不敢去做生意 如果我做生意 就银子赔了怎么办 如果我去传道 我没有带一个人归主怎么办 如果我做牧师 我的教会垮掉了怎么办 如果我结婚 最后我离婚了怎么办 各位 基督徒不是懦弱的 我们是勇敢的 我们的上帝也是叫我们积极的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什么 保守之道 什么事都不做 主啊你再来的时候 你的银子一点都不少 还给你 还包在毛巾里面 用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的话 情形来讲就是 你在教会十年二十年 你没有犯错 你没有把神的恩典丢掉 但是你也什么服侍都没有 你主给你的是多少 主再来的时候 你还的也是多少 各位那你就不是一个人吗 主把一定银子给一块石头 石头也不会把它吃掉的 神要我们 假如因为结婚 因为做宣教事 因为工作 因为种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受到了损失 但是我们是信主的 那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不是按成败论英雄 我们不是按结果被主肯定 我们是因着信靠主 就这个人他什么都不敢做 就跟我们很多时候 不想服侍 因为懒 因为累 因为怕 或者说 不想把主给我们的恩赐活出来 各位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 包括我们在公司上班 或者对人 对师都是一样 要把主的恩典活出来 是会有困难的 是可能有损失的 是可能吃力不讨好的 但是我们因着主给我们的吩咐 去做生意 去把主的恩典活出来 不管对你的配偶 对你的儿女 对你的家人 对你的灵舍 都是一样 这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要对人多好多好 而是我们每个人 把上帝的恩典权柄活出来 都要活出来 忠心良善地 像做生意一样活出来 你保守的什么都不做 还他银子 主是更愤怒的 主对他说 你这恶仆 我要凭你的口 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是 律法是严厉的 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律法是严厉的 一条都不能跌倒 一条跌倒了 重条都跌倒 律法是严厉的 非常要求的 不是我们人能办得到的 撇弃一切来跟随主 是严厉的 但是他的恩典一定够我用 他说 为什么波瓦尔 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 连本代理都可以要回来呢 这里 我们应当把神给我们的恩赐 放在哪个银行里 这个我们就不必去追究了 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去存高利贷 或者是恩赐也没有办法存高利贷 我们的性命也没有什么高利贷的 耶稣讲的事就是 你的生活要积极的 主再来的时候 他给你什么你原封不动地还他 并不会得到他的赏赐和称赞 甚至会得到他的责备 主是很严厉的 是要求他给你的恩典 一定有结果的 用其他的比喻来讲 一个葡萄树 不可能就是 一棵葡萄树种下去 将来长来的还是一棵 一个无花果树 种下去的是一粒 长出来的还是那一粒 不行的 我们需要多结果子 不管是葡萄树 橄榄树 无花果树 或者是这个宇宙的任何东西 神都要求我们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因为神的恩典是有生命力的 有生命力就会以善甚恶 就会扩展 我不是说我们生活不艰难 我不是说我们在保 保全自己的时候已经很不足了 我们都有这艰难 但是他的恩典够用 我们的生活要更积极 神向我们的要求 是要有成果的 是要有果子的 不可以践踏主的恩典 不可以屠受他的恩典 二十四节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夺过他这一定来 给那有十定的 他们说主啊 他已经有十定了 夺过 为什么讲夺这个字 那个在启示录里有讲 你要小心 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 为什么要夺 因为恩典 银子 原来给你就是你的了 现在夺好像把它抢回来一样 当然也不是抢 就是如果你没有善用主的恩典 你已经有的也会没有 从这方面 从人来看 恩典是会丧失的 是会不会夺走的 当然从神那边来讲 一切都在他不变的计划当中 是有的时候神会锦上添花的 有的时候神会雪中送炭的 这里也不必讲到主再来才是如此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间也会经验到这些 有些人有了 神就继续给他 有些人没有了 疏懒了 他原来有的也被夺走了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总能够日日进步 不是退步 至于我那些仇敌 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 把这好重的话 但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是这样 在我面前杀了 不要主做王的一定被消灭 一定是痛苦 哀哭切齿的 二十八节 耶稣说完了这话 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 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 就打发两个门徒 橄榄山这也是有名的山了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批驴居拴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迁来 若有人问你 问为什么解它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好 耶稣要一批驴子 那个打发的人去了 遇见了正如耶稣所说的 这个并不是一个神迹 应该是那个人也认识耶稣 他们解驴居的时候 主人说 解驴居做什么用 看起来他们也有点认识 所以这就是一个他们熟悉的人 可能不那么熟悉 也是认识的人 然后做这件事情 主要用它 路加讲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这件事 我想也在提醒我们 我们出去做事 做主的工作 也需要跟其他的教会 其他人配合的 我们自己刚好手上没有驴居 神在其他地方也预备好 我们就各教会能够尽可能地合作 配合 主要用它 他们就把它迁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扶着耶稣骑上 走的时候 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我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要用衣服铺在路上 这好像很浪费 很可惜 当然有人说 实际上那个路平一点 也可能是象征性地 对耶稣做王的一个拥戴 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 就是一个下坡路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 都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主 说奉主明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哎呀 这跟耶稣降生的情形状况 非常像 我们又看到历史 好像在重演了 耶稣降生 祂是王的降生 耶稣要去死 也是王的死 耶稣降生 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卑微 耶稣去死 也是一个卑微 但是都在这其中 成就了上帝极大的荣耀 极大的工作 哦 门徒看到 耶稣下来就欢乐起来 这欢乐 有的可能也是错误 他们想到 耶稣会像大卫王一样 但是也有对的成分 就是知道他真是要做王了 我们就很高兴 我们也一起看到耶稣 骑驴做王 大家一起欢乐 我们想到耶稣所做的事 想到耶稣将要做的事 不仅是过去做的事 而且他说的话 将要做的事 我们就欢乐起来 因为我们真是有盼望了 我们知道将要做的事 也包括我们会经历艰难 但是那无妨 艰难只不过是 神给我们提升的 更美好的磨炼而已 好 这个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上帝的和平 上帝的荣光 降在人间 在这一位奉主明来的王 这一位耶和华上帝 所拣选 所拆遣 来做王的 做拯救者的 做救主的 他应当称颂 不仅是称赞美神 也是称颂这位王 我们都应该称颂 他是这么的伟大 但是法利塞人就觉得 这太过分了 这把耶稣提到一个 太高的地步了 甚至有一点像说 他就是神了 因为在称颂他 夫子 责备你的门徒吧 他们怎么这样喊呢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不要呼叫起来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就是这是太理所当然的事了 耶稣是王 是一个全宇宙都应该喊的 不只是人 不只是天使 不只是石头 整个宇宙日月星辰 都应该述说 上帝奇妙的作为 因为我们是蒙恩了 在这个赞美里面 又被另外一个悲哀的事 对比了 对比就是 耶稣的哀哭 当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 看见城就为他哀哭 耶稣为一个城哀哭 这个在旧约里面也有 旧约里面特别像以赛亚书 都把耶路撒冷说成是一个女子 是一个人 这个人因为他得罪上帝 所以有非常悲惨的结果 现在耶路撒冷还是得罪上帝 所以他们也要经历非常悲惨的事 看到这个城 就是为这个城 以及为这个城里面的人哀哭 今天我们也应该为台北 为世界哀哭 因为我们都蒙恩 却拒绝上帝 而且特别为耶路撒冷哀哭 很可能也很像为教会哀哭 因为耶路撒冷就像教会 蒙恩最多 可是结果最少 结出来的果实 获得的利益是最少 最没有做生意赚钱 最没有荣耀上帝 耶稣哀哭说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 这日子就是今天 今天现在 其实在历史历代 神都给机会 在今天就要知道 现在就要知道 这跟你平安有关系 跟你生活幸福有关系 平安是一句很重要的字眼 平安是和好和平 享受是丰富 我们常常讲小弄这个字 重要 这跟上帝的和好 跟上帝的友善 然后上帝因着 跟我们的友善而丰富 无奈这些事 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就是将来 这主后七十年 其实重要的 不是主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的毁灭 而是任何一个人 或者团体 我们在蒙恩的日子 在神善待我们的日子 不知道把握机会 抓住神 信靠神 我们的机会错失了 有一天要受到的悲惨 就很严重了 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 必逐起土壘 周围环绕你四面 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 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 也不止留在石头上 就耶路撒冷的被毁灭 是每一块石头 都会被拆掉 有人说因为里面有一些金子 罗马人把他烧毁了 让他那个金子溶溜下来 耶路撒冷最后非常悲惨 所有包括这个世界 个人团体 如果我们不珍惜上帝 爱我们的时候 而去信靠他 我们也会很悲惨 整个耶路撒冷的悲惨 人类的悲惨就是 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你不知道上帝在看顾你的时候 你不知道珍惜这个时候 你不知道上帝在警告你 安慰你 鼓励你 养育你 你不知道珍惜这个时候 以至于机会过去了 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 下一次再见 愿神赐福大家 他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耶路撒冷 他们在来到